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艾剛偉 受到公共反應旋影響 今個週末香港天氣仍然相當熱和 留意現在酷熱天氣警告繼續生效 大家要提高警惕 小心不要中暑 特別如果今個週末假期 算進行戶外活動 記得要多喝點水 有需要的時候就去陰涼地方休息一下 至於天色方面 一起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運圖 可以見到受到公共反應旋影響 華南以至南海北部的雲量 都仍然相當少 所以預計香港這邊日間的天色 仍然相當不錯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今早早香港的部地區 都有些鮮雨 提起最新的雷達圖像 可以見到今早早在廣東沿岸 都有一些零碎的雨區影響著 有些雨區就橫過了香港 沿岸和屯門那邊 大約超過五毫米雨量 不過預計受到公共反應旋影響的支配 整體來說香港今天天氣 都繼續相當不錯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六點多鐘 新界那邊有雨下過雨 最低氣溫大約有二十六度左右 市區那邊高一些 大概有二十八至二十九度左右 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今天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 日間是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三十三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西南風 另外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有十一格 強度是屬於極高 大家記得要做好防曬 至於之後天氣會如何 一起看電腦的預測 可以見到在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應旋影 之後幾天都仍然維持著 沿岸地區都會繼續受到它的支配 所以預計香港之後幾天的天氣 都繼續相當不錯 天氣方面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另外各候夜天氣也會持續 大家要注意了 這節的天氣報告說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周末 掰掰 拜拜